一人Makio去年5月嫁给小他3岁的医美业投资人小金 两人结婚14个月 不过在今天傍晚 Makio突然在脸书上宣布两人离婚的消息 贴文中有写到 在结婚之后 因为相处磨合以及个性不合等等的因素 决定在昨天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而有关孩子的抚养权 以及相关责任义务都已经协议完成 也强调自己会努力的抚养儿子 而其实先前Makio就曾经开直播抱怨丈夫的事情 经纪人也透露 两人在月子中心时就不太愉快了 但中间曾经努力的磨合 不过还是频繁的争吵 所以最后决定和平分开 而Makio现在也正在努力的找房子当中 独立抚养孩子 破文一出是震惊粉丝们 不过有上百人涌入留言 纷纷向Makio加油打气 以上是娱乐最新消息 我们来听听Makio跟小金的故事 爱情故事 来 Makio 怎么会选择小金 因为他救了我一命 是的 你们的故事都好温暖 怎么说温暖 怎么样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的印象就是那种很弱的男生 有一天 就是他突然约我 可是约我的时候 我在家里会有一个习惯 就是会写一种那种愿望清单 伴侣那种 灵魂伴侣那种 就是条件或什么的 灵魂伴侣的条件 对 Soulmate 对 Soulmate 我想要见这些男生这样 我的那个Soulmate的条件 其实蛮简单的 因为我要求没那么高 175那种 所以你165公分以上 以上 这样 对 然后有勾嘛 这个勾 然后长得有点像唐本刚 就是我以前的偶像 唐本刚 那个时候我一直把他当弟弟 因为他都叫我姐 你们差几岁 三岁 对 他都叫姐 姐姐 对 然后他就约我去 12月22号 对 去年的12月 约他唱歌 约去哪里 唱歌 然后我 你迟到三个小时 所以所有的人 本来要住正的人全部都走光 你迟到三个小时 他约你 那天你本来是想要 本来就是要告白的 要告白 然后约一堆人去 住正的人全部都走完 因为等三个钟头 想说他不会来了 对 然后就到了现场之后 我就先酝酿一下 然后就问她说 姐 要不要吃一点东西 对 我准备要灌她酒了 我 准备要灌她几杯酒 我觉得那氛围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处理 比较不然 我一点到 放松 没有 他就 因为我是先吃完饭才过去 所以我很饱 然后他就说 姐 你要不要吃一点东西 然后我就说 不用 因为我吃过了 谢谢 然后他差不多不到一分钟 就说 姐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就说 真的 我吃过了 第三次的时候 他就换台词 他说 姐 你要不要吃水饺 然后我就 对 就是很大 就 而且是真的到耳鸣的那一种 对 因为我今天 他就说他不吃而已 不耐烦 对啊 你一直问人家同样的问题 你有什么话就要直讲 这样我舍不得他喝酒 就是 没有先垫个点东西的话 一巴掌打下去 你整个醒了 对 差不多 然后我就直接 B咚咚打 对 他就不晓得哪来的 你先打他一巴掌 然后他弹起来这样子 B咚 对 我想说完了 是不是要报复这样 他弹动你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怎样 是要来订高级吗 没有 从包包里面拿出一把左轮墙 没有 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在包厢两个人 他弹动的时候想说 因为没办法动 因为他其实就是也有喝酒 然后就是我怎么闪都闪不掉 就是我 因为我还没喝 如果我有喝的话 应该可以罪犬 就是可以闪的 可是我太清醒了 然后就想说他一直这样 然后想说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他就突然也是 年纪那么 就是比我小 三岁 然后他还就是讲说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要赶快结婚生小孩 我心想说我清醒的 他是有点醉的状态 想说 我是蛮断片断片的 就是一阵一阵的 但我是想要说迫不及待的那种感觉 只是当下我讲不出来了 可是我觉得 已经被打晕了 你就是借酒壮胆 表白 然后呢 然后后来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 然后可是我更确定想要跟他走 对 为什么说他救了你一命 救了我一命 就是猫咪也是 我会写在愿望说 希望我的猫咪变成是我的小孩 然后呢 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就有一天猫咪 就有一天猫咪就突然 猝死 然后我完全想说我的人生就是 最重要的现在就是猫咪那个时候 那绝望呢 绝望 伤心 伤心到我想说我想要跟你就一起走 的地步 然后那个时候就刚好他在旁边 然后我心想说 妈咪一定要赶快去动物医院救 可是他就已经没有在呼吸 没有生命迹象 对 可是还是暖暖的 可是就是还有机会吧这样 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慌了 已经觉得已经没有其他的空间 不知道该该怎么办 对 然后他就他就回来 然后就带我去动物医院 然后就心想说 真的走掉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他 等于小金 你就代替了那只猫 差不多 猫已经附在你身上 现在在肚子里了 附在肚子里 我就是心想说 好感人 对 所以你想对了 那只猫就是投胎 真的 因为很快 就是因为我写在那个愿望期待 所以猫为什么要走 因为 他要避你的小孩 对 所以因为我愿望就已经 实现了 对 然后就想说是自己写的 太感人了 来 我们听听小金的 来 小金 怎么会选择Makio 为爱奋不顾身 所以你真的是爱得很刺热 没有 就其实他真的像那只猫 刚才他在讲的时候 他漏讲的是 在第一间动物医院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我就已经 肯定地知道 他不是没有救了 体温都已经没了 可是他又太爱那只猫 他一直说他还有在动的感觉 好像又有醒来又睡着了 那其实是没救了 那第一间动物医院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在急救的时候 他是跪在地上 真的在磕头 他真的在求那间 在祷告 在求那间医院能够救这只猫 那当急救失败的时候 他马上抓起那只猫 说你们都不懂 他就立刻猫又抓起来 尸体抓起来 又冲到第二间动物医院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看着他的背影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女人 真的真的 未来会是一个好妈妈 她可以为了爱奋不顾身 是真的 她很多的面向是 萤幕上看不到的 私底下她就是很温柔 非常的非常 让我觉得 就是一个好妈妈 很感人的 对啊 你看每一个人都有属于 她自己的另一半这样子 都是配好的 恭喜 等到小孩出生以后 生活会进到另外一个阶段 相爱的程度 会更多 更多 马基尔跟小金 马基尔担忧什么 担忧的事情 还蛮多的 但是其中一个是这个 太拼命工作 会短命 因为她也是刚创业 然后我也才刚认识 她做这个工作是跟 就是医美有关系 她还有那个身体健康 健健 对 健健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刚开始学的东西 都是很拼命嘛 就是这个要学那个要学 然后可是我跟她在一起之后 我才 你是 12月12号在一起 不是 工作的时候是 很多事情 对 我的意思是说 她那个时候工作才刚开始工作 然后跟我在一起 然后都很顺利这样子 然后可是 我觉得她要学很多东西 然后现在又变成 认识了更多人 因为她是一个很有礼貌的那种 很客气 然后都是那种很低头的那种 就是 谢谢你 争断柔软 对 然后就学说 这个人 我每天在家里 然后她对每一个人 就是在解释诊所 或者是我们的 减重 减重或什么 她真的是可以 就是 一天可以讲100次 那真的 对 一模一样的内容 可以讲 对 对100个人 就是对100个人 都是一模一样的讲法 我都会觉得说 可不可以长话短说 因为我每天在旁边听很烦 可不可以换个内容 她不烦你烦 有一次我在跟客人在讲电话 不是 客人就坐在我面前 然后老婆打电话进来 然后我就先跟客人说 抱歉 我得接这个电话一下 因为不接老婆是会不开心的 那我就跟老婆说 老婆 我现在有客人 稍等一下 然后她就说好 她去练猫也很严格 对 我最近因为 我有 你知道吗 就想要养貓咪就是 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 然后就 就很可爱 然后她是对动物是那种 真的是动物的那种 就是动物就是动物的那种人 所以她看你跟动物讲话 她会觉得很奇怪 对 很奇怪 可是她最近还是被这一只 这只猫咪给融化了 然后她就开始 真的很可爱 你看 她一想真的很可爱 怎么都不带感情了 没有啊 很有感情 我们很好奇 小金训练猫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真的 她现在可以开 我开车的时候 她是可以坐在我肩膀上 抱歉 我刚刚对你讲话是不对的 我好渴望我家的猫可以变这样 你来帮我训练猫 没有问题 你可以把猫训练这样子 这也是一种天分 因为以前她是 蛮容易的其实 很容易 猫应该不受控的吧 这是我第一次养猫 所以我也不知道 对 你怎么会的 你怎么做呢 就教狗狗 一样的方式在教猫咪 用食物 做对的 给它吃 对 它做对事情 就给它吃东西 然后让它知道说 一些特别的声音 代表有东西吃了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养猫 把狗狗跟养猫是一样的 你觉得我们家的猫 也会坐下 也会握手 对 为什么我们家的猫 主会抓窗帘 对 太厉害了 些人 这是没有在 你带给我吗 耶 好感动哦 出去的 多么 不要 好 好 好 原来是游艇 诶 怎么应该是大型的呢 诶 它飞下来了 让它飞久一点 让它飞久一点 太拖揽了吧 完全没那么简单 是啊 因为太拖了吧 它说没那么简单 没问题 没问题 不能那么轻松对不对 不愿意 不愿意 你还是不愿意 讲一下为什么不愿意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啦 来 怎么办 怎么办 让我笑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加分题 好 加分题 在后面的萤幕上 可以 好好好 我来玩哪里 哇哦 小可爱出现了 哇 怎样 怎样 刚才影片都是吃的 哈哈哈哈 哇 好大颗哦 天哪 第一次结婚 第一次结婚 你愿意嫁给我 我也很愿意 哈哈哈哈 还是不愿意 我觉得它可以再更好 更好 好 表现的应该可以更好 那要怎么好 怎么做 那你笑就可以了 那我笑就可以了 有几天后 那你不知道这个话 那你可以做 我知道你的话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啊 好棒的 一起看电影 我只要看你 我只要看你 对不起 这是小艾姬姐写的歌 对啊 没错啊 你竟然用到了耶 嗯 当然的啊 感觉就是小艾姬姐 陪你来的感觉 小艾姬姐 刚刚刚才说 好多哦 谢谢大家 好 你们啊 没想到今天会有今天 那当然了 大家看一下她的眼 哈哈哈 努力一下 努力一下 你去拿一个她叫她 有吗 好 还没有 还没有 申请 申请 往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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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了啦 哈哈哈哈 都笑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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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丑喔 哈哈 吵盲盆再也ala 超 sait Σ ノ 借了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道 不道 借給我嗎 哇,我感動喔 一千一看 這要寫的奇怪 好,OK 對 咻 來 耶 耶 漂亮這些紙 有了 很光了啦 對啊 也有了 光了 哇 耶 耶 來吧 男生 喔 咻 哇 哇 我會哪兒 給我哪一年 全部都很喜歡 就一直覺得很幸福 嗯 嗯 慘了嗎 慘了嗎 是我V的喔 沒有回頭 來這邊 戒指沒帶來嗎齁 沒有帶來 怕不見了 被你發現了 貪氣了嗎 貪氣了嗎 是我B的喔 沒有回頭 對 我第一次好像也來錯 沒有什麼都沒有說 那是我的角色耶 鬆了一口氣 你終於簽名了好嗎 被你簽拿好了 他已經從白三月就要娶到現在 是吧 是 對不對 嚇死了 後悔了吧 沒有後悔啦 很高興能夠娶到我老婆 反正要選擇一三一次但錯過 就是 是有一點點錯過 但意識到就好 一三一次我到現場 對阿 5201311 可以阿 這可以吧 你沒有懷孕到現在的心情 到現在還不覺得自己在懷孕 完全還沒感覺 可是每次產檢的時候就會覺得 唉 真的裡面好像有一個外星人在裡面 他每次產檢都很感動 會 絕對不會缺席 有 有 放十公斤了 差不多十公斤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這跟懷孕沒有關係 自己愛吃 自己已經變肥而已 對 對阿 我就只能碰到自己而已阿 可是真的懷孕的一個好處就是 你變肥了人家 就說沒關係阿 就是懷孕嘛 半夜會不會叫這個 我半夜四點半會準時叫早餐 然後 他會餓醒 就是大食怪跟變粥了 你們都已經升級到居道杯這麼厲害 喔真的真的 我這也覺得好性感喔 可是 還是 老奶嘛不好意思 已經 已經不是很新鮮了 老公覺得怎麼樣 因為老婆的感覺 就一直覺得很幸福阿 每天看到他 每天睜開眼 第一瞬間看到他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做夢一樣 沒有 昨天有全部破梗 因為以前 就我的概念 他是不喜歡精神 所以我還是想了很久 我還是決定問他一下 反正就是問也會被罵 不問也會被罵 懂生存的 生存欲望很強烈 因為他真的是 很討那個 姐姐喜歡 長輩喜歡 所以就是很順利到現在 我就是被拖著走 還好是懷男生的感覺 因為女生相片我會覺得 丟給你 口罩 口罩 口罩炸去一大杯 全部都很喜歡 真的你要這樣講 從他唱歌的歌聲 因為我很不會唱歌 你會唱養我一輩子嗎 我真的不行 他真的是超級超級愛動物 他連一隻螞蟻都捨不得殺 像看到螞蟻他都還會 撿出去外面放生的那一種 很誇張 真的很誇張我沒看過這一種 在陽台會餵鳥 餵小動物 這都有 就沒有餵你而已 就是沒餵我 對 看他第一次為了我拿吸塵器 一點點小事情 我都會覺得很感動 以前不是在我認識的 他會做的事情 好爛喔 一三一四 你看 一三一四 對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